这几天,有一颗子弹在应用商店飞,子弹的名字叫子弹短信,是锤子科技罗永浩挥下一名辞职员工。 经过三个月弄出来的一款社交软件,罗永浩是这名辞职员工的投资员,也是子弹短信发布的弹货人。 这部,罗永浩已射出这颗社交子弹,子弹毕竟满天飞,在各大应用商店的下载,超越了。 关键是,这款应用的功能,简单的真让人看不明白,只有语音转文字。 更关键的是,当你下个APP,你没有一个朋友,要发语音转文字的信息出去,还得绕的短信,短信还要收你的过路费。 不过就是这么一款只有下载还缺少用户的应用,却在市场引来热捧,虽然用起来是那么的不方便,不顺手,但是下载量就是高高的。 而据罗永浩28发布的消息,投资人正在排队与子弹应用的团队谈,现在还没有谈完要件,的投资人数量的十分之一,已经拿到了1.5亿。 看起来,罗永浩疯了,用户疯了,投资人也疯了,要知道,在当今的社交应用市场,当年QQ一家独大,后来一统天下,虽有默默,坦坦挑战,但也只是市场里的小兄弟。 纵然把你家大业大不惜大家推来往,也没有在社交领域上开一条缝,最后只有通过买新浪微博的股份,与社交成为亲戚关系。 罗永浩却投资前员工,却干了一件皮肤和大树的事儿,而用户大量下载,除了罗永浩上千万粉丝队伍的追捧,更重要的还是子弹的语音转文字,就是比的语音转文字好那么一点点。 就这一点点的好,却是子弹飞翼的推动力,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好,证明了社交领域一件最重要的是,老了,张小龙太慢了。 就目前来说,子弹的这一点点好,当然还不足以掀翻在社交领域的统治地位,更不能取代的通讯功能,更何况,已经深深潜入了用户的生活,成为日常支付的重要工具之一。 因此,如果说是社交领域的坦克,子弹仅仅是一个社交领域的玩具,遗憾的是,正在成为张小龙对小程序的那种功能定义。 用完机走,用户开始将时间往其他方向逐渐转移,而子弹信息的满天飞。 从用户的角度证明了一件事,现在的网络社交江湖,正在慢慢变老,也正在急促地等待新的小鲜肉都脱颖而出。 所以投资人也疯了,因为他们看见了旧江湖的顶部,也看到了新生代的某种可能,他们都在赌未来,赌一个青春崛起的未来。 当然,一款新的社交软件要崛起,首要的是底层技术的突破,底层技术至于子弹短信,还未可知。 不过,引用感觉,子弹的野心正在依靠某种自信逐渐生长。 其次是用户量,没有用户量的社交应用,其实没有什么价值。 譬如来往,同时,在有用户下载的基础上,还得让用户们真的用起来,成为社交的某种工具和依靠,从而将个体的社交价值通过应用固定下来,才是最后成功的基石。 目前来看,子弹信息要想用户将时间浪费在子弹上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不过此刻,不知道张晓龙做何感想,是让子弹飞一火,还是加快自己的速度,让子弹降落在身后。 最新的消息是,腾讯的投资团队,也在子弹信息的门口排着队,对此,不知道张晓龙在腾讯的例会上,该说些什么呢?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上流新闻立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